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是Ju Dio's Maze for me 大家早安早安 好,九月了 希望大家九月都能过得开心一点 而且,九十十一十二 今年结束剩下四个月了 希望大家剩下这四个月 一样都能过得好好的开心快乐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天纸狂 好,那上一次我們明明就在302先生家 可是起來的時候發現又回到阿姨家了 我們接下來應該是要直接回302先生的家 開門,拜託 又來了 不要過來 這次能躲哪裡?這裡 對,躲過一次的地方都不能再躲第二次 我還有4次機會 樓上,廁所就算了吧 這裡 櫃子 又早上了 好 鑰匙 已經早上了,太好了 為什麼山谷先生會帶我回來? 為什麼他什麼也沒說? 他果然還是不相信我,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我不是當事人的話,我也不會相信 可是我希望他清楚地講明白 只要說我給他添麻煩,這樣的話我也不會勉強他 心好痛 像這樣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被拋棄 這把鑰匙是在水井上找到的 這麼說我一直待在身上 我記得海上鑰匙的地方有玄關前的某扇 到底是怎樣的房間 所以我們要直接用 第六天喔 直接到 到就是門口的那間 這一間 那我們可以去找 我們不能去找山谷先生 我是覺得他可能算是夢遊回來 我先記個路好了 然後先吃藥 差點忘記 先吃藥 沒有什麼比吃藥更重要的 今天還不需要吃藥 什麼? 別鬧了 你不是已經過了一個晚上嗎? 開門 地下室 是嗎? 好黑,這樣下去太危險了 酒店頭 都是娃娃的房間 壞掉的立燈 櫃子上擺著三個女孩的娃娃 全部都是手做的 這邊可能是 當初阿姨還懷孕的時候 就是想要買給小孩的 就是 做給小孩或買給小孩的玩具吧 豬布偶 貓跟羊 鱷魚 小桌子上面放著縫紉機 是熊布偶 有碎布跟碎線 大型的熊貓和雞的布偶 都是手做的 都是 它真的是 就是 就這樣 我是不是聽到蹦的聲音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 熊布偶倒掉了 熊布偶倒握在地上 牆上寫著什麼 有波偶擋著看不見 記錄在地上 記錄在地上 2LNYZ4 這是電腦的密碼嗎 我們去電腦 先記錄 然後把手電筒關掉 現在是早上 所以它應該是不會出現 這裡 2LNYZ 3LNYZ 3LNYZ Enter 進來了 只有一個檔案 日記 今天去看了婦產科 醫生微笑的對我說 無孕症治療成功了 好像懷胎兩個月 實在太開心了 忍不住在老公上班的時間打給她 這件事讓她非常開心 近期也得把這件事情告訴姊姊 告訴姊姊 告訴姊姊悍美記了 我去姊姊家告訴她我懷孕了 但不出所料 她露出難看的臉色 她大罵 你就這麼不想放掉金龜絮 不許養上小孩嗎? 明明在爸媽過世後 我最感謝的人就是養育我長大的姊姊 她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討厭我了 後來我離開姊姊家的時候 幾乎像是被趕出來一樣 美記悄悄的靠過來跟我說恭喜 讓我很開心 我最近一直在做布偶 她又給小寶寶穿了衣服 好想要趕快見到小寶寶 如果是男仙 可能就不要布偶了 到時候就把布偶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吧 不久前肚子裡沒有動靜 照了超音波 小寶寶完全沒有在動 小寶寶好像是和老公很像的男孩子 我卻沒能聽到孩子出生的聲音 為他舉辦這樣的離譜話 我開始害怕和老公說話 都是我害的 因為我小寶寶才會死掉 她一定覺得我是殺人熊手 姐姐像 姐姐透過電話笑了出來 她這樣說 像你這樣一臉悠哉又狡猾的女人 本來就不可能當個好媽媽 這樣正好 喔幹他媽個性超差欸 老公離開我了 我沒有辦法和你繼續下去 我很想和你共住一個幸福的家庭 但你已經瘋了 她說了這些話便離開我 我就只剩下這個家 街坊鄰居在七嘴八舌的說 我是一個殺人熊手 電視新聞也說 我是一個殺人熊手 逢到一半的部落也說了 所有人都恨我 在我身邊沒有人不恨我 大家都想殺掉我 我把所有的鑰匙都上鎖 我把所有的房間都上鎖了 我把所有的房間都上鎖了 鑰匙也藏起來了 姐姐說我是瘋子 她說瘋子就該去死 每戒照我去死 我也覺得我死得比較好 真的是 我想死所以跳下來結果摔傷了腿 穿著藍色衣服的人抓住我 我被穿著白色衣服的人關了禁壁 今天終於可以踏出白色建築物了 就趁現在不快點的話我會被殺掉 感覺有一條繩子放在置物間可以用 沒有下一頁了 後面完全都沒有記錄日期了 最後一個日期是12月20 然後之後就再也沒有記錄 好難過 我覺得她應該是很喜歡 很喜歡她的姐姐 可是她的姐姐卻很討厭她 在爸媽過的時候 我最感謝就是養育我長大的姐姐 我覺得可能 換個方式想好了 就是 因為父母不在了 所以必須有一個人負責養家 所以姐姐就 挑起了就是 養家的責任 可是她可能一直覺得 我一直付出 可是她好像沒有得到比較 好的收穫 她就開始憎恨起就是 妹妹 因為妹妹拿著她的錢 然後 還找到一個很好的老公 所以她就很不爽 大概是這樣吧 大概是這樣吧 我在想 好難過喔 阿姨 從阿姨 從阿姨流產到自殺的那天 我幾乎沒有見到她 我只有從媽媽口中聽到阿姨發瘋了 我沒有去看望阿姨 媽媽叫我不要見她 再加上我沒有勇氣 儘管如此 我還剩下想見她 那一天我來到這個房子 然後 然後 直到我讀了日記才知道 阿姨就是這樣慢慢發瘋的 然後她選擇了死亡 我不曾對她說去死 雖然媽媽責備過阿姨 但是她從來沒說過去死 我沒有 我沒有說過吧 我應該 沒有吧 真的 我真的沒有說嗎 我對阿姨 說了什麼 喔 開始懷疑自己了 我和阿姨說了什麼話 我是怎麼和她相處的 阿姨是個怎麼樣的人 阿姨的容貌是怎麼樣呢 不對 這是阿姨死去時的臉 不要 我不想回想 阿姨 想起阿姨的時候 總是浮出這張臉 所以 我才會盡量不去回憶 阿姨喜歡縫紋 善於彈鋼琴 越愛越讀 對於我這個子女很好 我只知道這些資訊 阿姨的臉 聲音 話語 我們說過什麼話 一起做過什麼事 這些回憶 我都想不起來 太奇怪了 我們明明有很多的回憶 可是 卻完全想不起來 是因為我一直不願意想嗎 我一定 已經忘了什麼 有關於阿姨 非常重要的事情 快點想起來 阿姨在我心裡的形象 是三零二先生嗎 三浦先生 你好 多萬也謝謝你 所以怎麼樣 什麼都沒發生吧 你果然不相信我 蛤 你不相信這種事情 我想也是沒辦法的 但是 但是 在我睡覺的時候 把我帶回來這裡 這不是很過分嗎 高春小姐 要是造成你的麻煩 你直接說不行就好了 你卻不坑一聲 很過分 因為我得了憂鬱症 會說一些奇怪的話 你在心裡就把我當成笨蛋對吧 然後夾好心的來幫助我 高春小姐 冷靜一點 什麼 你還在把我當笨蛋耍嗎 你冷靜下來 昨天是你自己說要回來的 不是嗎 蛤 你不記得了 昨天你半夜突然起來 說不要緊了 所以要回去 不是嗎 登登登登 他真的打地鋪耶 好紳士喔 高春小姐 你怎麼了 喔 要上廁所 我已經沒事了 我要回去 還真突然 都已經深夜了 就留一晚如何 雖然就在對面 但夜路還是很危險 沒關係 因為那裡是我的家 這是精神分裂嗎 沒問題吧 算了 他自己都說沒事了 我也不好勉強 怎麼會 我沒有做過那樣的事 昨天一直在睡覺啊 高春小姐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說 關於你提到怪物和異常 我不認為高春小姐在說話 只是無法相信這個房子裡有怪物 如果林燕被怪物到處追的話 家裡至少會留下一點痕跡 但我昨天來回巡視 到處都沒有找到類似的東西 昨天我也到了水井下面 那裡不但沒有洞穴 也沒有被你打穿的凹洞 怎麼可能 是真的 還有我自己思考一下 你看到的怪物和經歷異常 全部都是幻覺和妄想 不是嗎 幻覺 幻覺 你的憂鬱症是什麼原因產生的 說不定是因為你母親的歇斯底里 或是工作上的煩惱而導致 又或者是對佐伯阿姨的罪惡感 我對阿姨的罪惡感 佐伯阿姨因小孩死後產生了罪惡感 進而得到了精神病 出現了幻聽和被害妄想 所以開始四處遊蕩 發出叫聲 你會不會也像那樣 因為沒有辦法拯救佐伯阿姨 因此產生了罪惡感 讓你能看到那些奇怪的東西 沒有 我不認為那是幻覺 可是也沒有其他解釋了吧 如果真的看見幻覺了 一定要去醫院給醫生看 我這麼說或許你會不開心 再這樣下去 我覺得你會變得跟佐伯阿姨一樣 你請回吧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決 高春小姐 請告訴我 實際上你的內心真正是怎麼想的 那真的是怪物 我不認為那是幻覺或妄想 三浦先生是因為沒有親眼見過 所以才會說出這種話 那個真的是怪物 高春小姐 你回去吧 我已經不想看見你 我誰也不見 不要管我 我走了 這根本不是什麼妄想 我確實有憂鬱 但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出現這樣的症狀 也一直都有在吃藥 話說回來 今年還沒吃 去吃個藥吧 因為我還是傾向於就是 因為是自己親身感受到的 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假的 這些藥是怎麼搞的 我一直在吃 卻沒有改善 我不吃了 顏色的說法 是美季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前幾天你不是說想 有問題想要回老家嗎 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來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告訴我 为什么妈妈突然变好了 美帝怎么了 你在哭吗 妈妈救救我 这个房子里有怪物 她想杀我 只能一号妈妈了 求求你来接我 我想回家 哈哈 妈妈 你果然也是疯子和百合子一模一样 被愚蠢的妄想耍得团团转 我一直觉得你和他很像 不仅软弱还有幻想 所以你才会发疯 妈妈 如果你还想要说这些疯话 就请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我不想再和疯子扯上关系 好了随便你 你想和他一样 上吊自杀吧 她不相信我 这一切明明就是真的 我根本没有发疯 她妈真的是很糟糕 她妈是 是真的很怨恨是不是 就是 好吧 如果因为父母因为走得早 所以 姐妹俩必须互相扶持 那 妈妈自己出去外面工作 然后 妹妹则可以继续念书 过上学员生活的话 那如果我是妈妈 我心里会不平衡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 我牺牲了我的青春 上班 然后 攻击我的兄弟姐妹去上大学 可是这些可能不是出自于我自愿的 所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付出跟牺牲还有奉献转化为 讨厌 恨 跟这个人夺走了我的人生 所以 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 妈妈超讨厌 我无处可逃 也没有人可以依靠 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疯 我要证明这一点 我会全部独自解决 绝对不让他抓到我 又有声音了 有哭声 能听到哭声 从哪里传来的 我一直在想 他会不会算是梦勇 怎么可能 这是影子 我得逃 逃到某个地方 我是能逃去哪里 我是能逃去哪里 而且我居然不吃药 别闹了 我还有哪里没躲过 不要这里 呃 这里 没有 哪哪哪哪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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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逃一次 就跟over了 再试一次 这里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一个全部尝试过是吧 每一间都躲一次 这边我已经躲过了 这边我已经躲过了 呃 这里 这边没办法躲 下面呢 呃 这边我躲过了 这里呢 呃 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躲 呃 那楼下呢 那楼下呢 那是走的地方可以躲吧 呃 哦 有了 你死路也没有地方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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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一一的跟我报告 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干我的事 对不起姐姐 担心因为姐姐带母职 所以不论如何我都想要跟你说 我肚子里的孩子好像相当的健康 因为是高龄生产 我很担心会有怎么样的状况 我跟你不同 我很忙 不要因为无聊的事情三不五时来找我 我要去工作了 请你回去吧 哎呀 梅姬你回来了 高春美那一子 我回来了 阿姨来我们家了吗 妈妈要去 上夜班 你和牌子 呃 你和牌子在外面吃点什么 来 晚餐钱给你 哦 她是母亲 路上小心 哎呀 上北记 后舟不见 已经放学了吗 嗯 那个 肚子里的宝宝是女生吗 不 我还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好像是女孩子 所以我做了很多布 我要给她 但要是是男孩子的话 可能就不需要了 没有那种事 如果是自己妈妈亲手做的 就算是男孩子 也一定会感到很开心 是这样吗 谢谢你 对了 下次给小美记做个布 不过当做礼物 不过当做礼物 可是小美记已经是高中生了 可能不想要布偶了 嗯 我想要阿姨做的布偶 可以给我吗 当然 我会努力的做一个可爱的给你 好吗 期待 可是 妈妈知道的话 我想她会非常生气 别担心 我会跟她说 送礼物给最喜欢的子女 她一定会同意的 谢谢你阿姨 这个布偶 没有错 是爱给我的 我一直很期待 但是 过没多久 爱了小孩就死了 然后 爱她 对不起 哎哟 我很怕妈妈 很害怕发疯的阿姨 所以对阿姨见死不救 但是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阿姨 因为阿姨钢琴弹得很好 所以我想模仿 所以拜托妈妈让我学钢琴 甚至我会变成小说家 也是因为阿姨喜欢书 教会我很多很多的事 我很想见到阿姨的小孩 我想着如果说到布偶的话 我也会非常珍惜的 其实我开始不难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讨厌 就是因为 因为妈妈要不断的上班 就连自己陪小孩的时间都牺牲掉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 自己的孩子变得跟自己最讨厌的人很像 对开始弹钢琴 开始写作 开始就是 变得跟自己最讨厌的人越来越像 我可以理解 可以可以可以知道妈妈大概怎么想 请不要哭 你一个人一直很辛苦 肯定很痛苦 你恨我对吧 你很生气 我对你见死不救这件事 我 无论是天涯海角 只要是你 我都会与你同行 我最喜欢你了 阿姨 小姐 高春小姐 三辅先生 太好了 你恢复意识了 对不起 我实在太在意了 因为暗门铃都没有人回 所以就来到这里 救护车马上就会到了 你们恢复意识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不管怎么摇你 都完全没有醒过来 高春小姐 你在哭吗 我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太难受太悲伤了 我把某位重要的人给忘了 但我现在能想起来了 我很懦弱 是个无能为力的小孩 不要我没能帮助那个人 但是我最喜欢那个人了 那是非常开心的事 所以我已经不要紧了 因为我想起来 连这样的我也能被别人爱着 或是被别人所爱 从来天起家里就不再发生奇怪的事了 我在医院看完心理治疗科 经过诊断 我被怀疑患有思觉失调 那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幻觉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 但对我来说 已经不在乎什么是真的了 好了 没有忘记要带的东西吧 三博先生 有什么事吗 呃 那个 我听说今天你要离开这里 我是来送行的 你真的要回老家吗 情况听起来很复杂 嗯 我想要好好的定期去医院 老家那边也有可以治疗忧郁症的医生 我想接下来才更辛苦吧 就算回忆起了阿姨的思念 也不代表罪恶感能够一笔勾销 倒不如说反而更强烈了 我必须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悲伤还是痛苦 我都必须面对 所以我要回老家 其实我也打算让母亲接受治疗 她多年的歇斯底里症恶化了 你知道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呃 去看身心科的人反而是 人家最正常的那一个 然后对不正常的反而不愿意去看身心科 没事吧 听你说过她是为严厉的长辈 告诉她去看医生吧 我想一定会被骂 但作为女儿 我总是想要为她做点什么 我阿姨还有母亲都是非常软弱的人 我和阿姨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自残 母亲为了隐藏自己的弱点 变得咄咄逼人 这样下去母亲也许会走向她阿姨同样的结果 只有这一点是必须避免的 所以我想说服母亲一起就医 虽然她很严厉又很可怕 但我还是爱她 这样啊 怎么了吗 嗯没有 只是觉得好不容易变熟了 就要离开有点寂寞 不用担心 如果病情稳定 妈妈也被治疗的话 我一定会回来这里 真的吗 嗯 因为这是我最爱的阿姨留下来的房子 如果可以我想要一直住在这里 是这样吗 我很高兴 我开车送你去车站吧 因为附近叫不太到计程车 非常谢谢你 我就沉蒙你的好意了 在一起 在一起 阿姨我马上就回来了 别说了 别说是偏执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种执念啦 就是阿姨有自己的执念 然后妈妈有自己的执念 美姬也有自己的执念 然后 这些执念全部融合在一起 好意 我已经很久 我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把一款游戏就从头玩到尾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最起码我把它玩完了 我没有烂尾 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如果选择第二个选项 会发生什么事 全部都只是妄想 全部都只是妄想 就像 就像山谷先生你这样说 说不定是我的妄想 我没有思考过这个点 我没有会去一趟医院 贴葬下去 感觉忧郁症也要恶化了 你能明白太好了 疾病要及早治疗比较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马上赶过来的 是啊 都是我的妄想 那种怪物不可能存在 明天 绝对要去医院 也要好好的服用今天的药 吃药 那个药到底有没有用啊 这是我目前觉得最感到疑惑的事情 药已经吃完了 没事的 虽然现在很不安 只要明天去医院 让他们好好诊断的话 然后 害怕也好 不安也好 一定都有办法解决的 没事的 电话 喂 是美晋 你没事吧 什么 你千里天不是说 有问题想回老家 问题解决了吗 说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 就说吧 你知道我 其实 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像 一些父母都会讲说 你有话要讲 我们会帮你 可是当你真的把话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不觉得你应该检讨自己吗 这种 现在的这种状况就超像 就是 超像这种状况 怎么了 你在哭吗 运气在靠你 没有什么 只是有点寂寞 抱歉之前说的奇怪的话 是吗 那就好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打电话给我 那么再见 我不能告诉他 这些妄想和幻觉 如果说出来的话 肯定会像阿姨那样被骂 只要去医院接受治疗 一定能回到普通的生活的 你知道 现在的状况就是完全否定 他看到的那些东西 可是 明明就有看到 最起码他感受到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胡思乱想 所以我不会再看到怪物了 没事的 有哭声 其实幻听 声音应该不是真的 因为房子里只有我 是幻听应该吧 不对 这不是现实 只是我的妄想 这些是我看见的幻觉 从我的罪恶感诞生出来的 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对阿姨 见死不救 如果我能拯救阿姨的话 她就不会自杀了 是我杀了阿姨 都怪我 阿姨才会 所以 他就是 这算是被自己的罪恶感压垮吗 自杀 女性 女性作家 高春美记离其死亡 附近居民发现 全身多处 碗蛙痕迹 以为自杀 302先生觉得难过 会不会换她看见幻觉 因为她没能拯救高春小姐 这条路 说起来我曾和高春小姐一起走过 我到现在还没有真实感 明明前几天才说过话 没想到高春小姐已经走了 不可能是自杀 她明明全身都是血 如果说是怪物干的 我更想醒 但 如果是精神上被逼得太紧 有没有可能是她自杀过头 如果是自杀的话 我为什么没能多加关心高春小姐 高春小姐明明把痛苦的心情都告诉我了 我却没头没脑的断定她是妄想 没能体会她的感受 我对高春小姐见死不救 如果我去救她的话 她就不会自杀了 都怪我高春小姐才会 出现了 是错觉吗 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天极狂应该可以出个302先生的外卷 如果以这两个结局来讲 第一个 相信有怪物这个 这条路算是 Happy Ending吧 对 会比较 倾向于 就是第一条是真结局 所以这会不会 到最后会算是一种就是都市传说或是怪谈 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让你有那种罪恶的感觉 好哦好哦 那我们这一次偏执狂就完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 那我们下一个新系列再见哦 嘿嘿 如果喜欢我可以动动手指订阅我 会帮我点个喜欢还有分享 我们 下次见哦 晚安晚哦